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聊聊耶稣 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跟青年使命团的几个年轻人一起来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叫做顺服神 聆听神的目的就是要顺服 在慧兰姐的心里面觉得 其实顺服神这件事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18岁离开家 很多是我自己来 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可是对上帝来说 他可能很希望我学习聆听他之后顺服他 不晓得你们这几位年轻人 可不可以跟我们也聊一聊说 你跟顺服神这个主题有什么相关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可以聊一下 好 詹姆 我叫詹姆 我其实是新加坡人 然后我是在台湾已经一年半了 可是我觉得顺服神真的非常的难 就是因为顺服是你要放下 你某一个你要的东西去接受神所要的 那当他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会打架 所以我觉得那个打架是最关键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就得做一个决定 我们是否要不要决定神 决定顺服神 对 那你生命当中有跟上帝打架很厉害的经验吗 有 我觉得大大小小耶 其实我不觉得只是大的决定 因为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阶段 他都是在的 所以我有一个例子 我可以分享 所以我其实在18、19岁的时候 当时就是有那种 很多朋友 然后我们一起去喝酒 然后当时我就 当时我已经有去教会 可是我是一个第二代基督徒 所以对教会就是随便 就去一下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着一个朋友 我们去喝酒 然后我就喝醉了 然后当时我就回家的时候 我就尽量在隐藏 所以我就走回家的时候 进家里的时候 可是喝醉很难隐藏 喝醉会歪掉 对 常常藏起来吧 你怎么藏的 你怎么藏 所以当时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很酷的 就是我闭着眼睛走路 反正你开着眼睛也是走歪 闭着眼睛也是走 所以我当时走了之后 然后我看到我妈 可是她没有看到我 我就嗨 然后直接快点进房间这样子 可是我一进房间我就倒 因为很晕 然后我妹妹当时她就看到我喝醉 你怎么会有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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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这样子 然后所以事情就这样结束 可是隔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动 是我觉得神要我跟我的父母道歉 我当时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啊 都没有人发现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确定没有人发现吗 没有 因为爸爸都睡着 或大家都没有知道 除了妹妹以外 可是妹妹我会觉得她会保护我 心里面 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在跟神拉扯 就是那个我没有觉得我需要道歉 也没有觉得道歉有任何的用处 因为没有人知道 可是当时我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就是我需要道歉 因为我做错事情了 所以当时就开始拉扯 所以我到了晚上一整天 我就想好好好我做我做 因为那个感觉没有离开 就是有一个感动 一直要叫你去做这一件事 但你就是在跟她说 我不要 我要我要不要这样 对 所以晚上我就好 那我就决定这样子 所以我就跟爸爸妈妈 我的事情要跟你们讲 哎呀怎么了 我想道歉 为什么 我昨天喝醉酒回来 然后我想为那个道歉 因为我发现妹妹看到我喝醉酒的样子 这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当时他们就爆发 整个骂他们就骂了我一顿 然后就讲为什么喝酒啊 为什么你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啊 为什么你这么晚回来啊 跟基督徒家庭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当时我就 其实非常的生气 因为我发现说 为什么我顺服了神 我现在是做一个好事 我还被骂 还被责备 然后也觉得为什么顺服神 没有好的结果 我的脑海中应该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温暖的拥抱 讲没关系的孩子 你做错了 电影看太多了 对 对 宜乐那种 对 就是那个感觉 可是之后我就非常的埋怨神 然后当时我花了只能两三天 就那一整个星期都在埋怨神 然后到了最后 我去教会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牧师 他就在讲到罪 然后他讲了一句 让我非常的懒吓到 他就讲说罪是有后果的 然后他讲的 其实是就是在讲大致上这样 可是当时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神就跟我说 对 罪是有后果的 他不一定是会照我所想 所要的那个后果发生 可是重要的是我去顺服 而不是那个后果好不好 那个后果好不好 不在于 不会定义我顺不顺服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对啊 因为我就觉得神 神就是要我们回应他嘛 那我们的顺服就是一个回应 对 所以当时我就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 所以也就是说 你明明知道上帝光照你 要你去做一件对的事 那你发现你就已经顺服那个声音去做了 没想到更惨 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吵架 可是现在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觉得那个其实 现在对于我的人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 因为像我发现其实 我不需要去想那个后果 顺服的后果 我只是要想我要不要顺服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发现其实 我不会去想那个后果 因为那个后果其实不重要 重要是我的心 跟我对神的那个回应 对啊 所以可以说你顺服神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上帝 喜悦你做的决定 虽然会有一些吃苦的结果 可是你知道 你心里面的那个决定 神是喜悦的 对对 真的 大家觉得呢 你听了Gem的分享 里面有什么感觉吗 想法 跟你的故事有相关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刚刚Gem讲那个 罪有后果 然后我觉得蛮有经验的 因为讲顺服 就是蛮多 很多不顺服的经历 嗯 看不出来 鱼乐 看不出来 哈哈哈 然后神的眼光 神的眼光 就惨了 嗯 我讲这个例子比较 比较跟 我有一点关系 就是 我差不多一两年前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香港的短圈队来台湾 然后台湾的就是台湾的宣教师就请我去 去搞一下场面 然后场面嗨一下这样 所以我就去了 我去的时候我就认识一个他们短圈队里面一个女生这样 然后我们就对彼此蛮有好感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网路上聊天这样 嗯 但是一聊的时候 我其实很早就觉得 好像有点不太是啊 这样 嗯 但是 嗯 我就 我就没有 我就想说继续下去这样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清楚 我就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 在我脑里 在我心里很清楚 就是神告诉我 嗯 就是 不要继续下去这样 不要继续跟着女生下去 不管我读圣经还是祷告 就是一直有这个念头 然后我就甩不掉 但当我觉得甩不掉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算了 我不想听了 我就有点离神越来越远 我开始不读圣经 开始不祷告这样 可以提问吗 她是大美女吗 很喜欢的大美女 所以是原因是这个吗 嗯 基本好 应该是 对是 哈哈 因为她是香港了 有一个就是cross culture的那种关系也不错 在神里分享 不能再隐藏 反正就是 好 反正后来就是 那个女生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德国人 然后她想要 她们要回国了 所以她想要在回国之前 让我们在香港先见面这样 所以她就想要我去香港见她 然后我就一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神就很清楚告诉我 那时候我在晚上 我在 我就是一直在挣扎 到底会不会要去 因为女生想要我去 但是我又觉得神不要我去 然后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很清楚 感觉整个天空都会对我说话 然后整个心心 这么严重 神就很清楚 不要去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带着这个不要去痛苦的感觉 我隔天之后 马上订机票 然后 然后我在 你走完全相反的路 完全相反 我就像约约纳 要跑去踏实这样 然后我在 飞机要飞的 前一天往上 我住在桃园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做一个很大的异梦 很清楚的 就是很清楚 异梦就是 神不要我去 神不想要我去 然后 就是因为我心态不好 我心态不好 所以神不想要我去这样 但是我起床的时候 就觉得说 那机票都买了 然后我很不知道是怎么跟这个女生交代 你知道吗 因为我很难跟这个女生切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我就觉得 算了 反正 反正我才去一个礼拜 我回来再回改就好了 然后我就有飞去 我就飞去的时候 我到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好 我已经到了 就是 就是这样了 我就来这边 我就不要再祷告了 不要再礼神了这样 然后就我跟这个女生认识的时候 就更明显 就是我跟这个女生真的不适合 我觉得聊天真的是很 很卡 就是我 不要不要等太多细节 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卡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 我跟那个女生关系就更好 更亲密 但是我就更想要分开 因为我觉得很不适合 那这时候我就 我就很清楚知道 为什么神不要我来 因为 来而让这个事情变得超级麻烦 然后我现在只要跟这个女生分开 这个就 会把这个女生杀死 那种感觉 就是那女生 这么严重 应该没那么夸张 但是反正就是 那女生会很痛苦这样 然后当下我就哭着跟神祷告 因为我觉得很慌张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有一个人在外 在香港 然后我就求神 教我怎么办 然后神又清楚 用一个神机 神很清楚 另外一个朋友 我在那边祷告 当下瞬间有个朋友打电话给 我跟我说 一二我看到一个 我做到一个异梦 就是看到你跟一个 你不喜欢那女生在一起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确定 好 这是神要我做的 这个时候来 当我更清楚知道的时候 我不想放开那个心还是很大 所以我就继续违背神 我就继续背你 然后我跟这个女生关系 越来越近 超级近这样 然后后来我回台湾之后 我要跟这个女生分开的时候 变得超级困难 就是一直哭 这两个人一直哭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超级对不起这个女生这样 就是我明明知道 我的心态不好 我觉得这不对 但是我觉得不适合 但是我一直继续下去 然后我就求神来 来医治这个女生 来求神帮助我 然后我就很清楚 神就很清楚跟我讲说 神接下这件事情了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 神很清楚然后知道 他接住这件事情 那这个女生她接下来怎么感受 神会去照顾她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罪 这个代价很大 然后我觉得顺服 为什么一开始的话 我觉得我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 为什么一开始很难顺服 是因为我不知道神的计划 跟神他的想法 比我想的好太多 那我自己想要这些事情 我没有办法放下 我没有办法看见神的 神的完美 神他的慈爱 神想要对我很好 这样的心 我完全看不到 我就觉得神 为什么要一直阻止 所以我觉得认识这个心态之后 会很 比较容易 就是很容易 就是没有很容易 比较容易 相信 这是一个对的决定 我要这样子顺服神 所以其实你走了一趟 就是约拿 现代版约拿之旅 对 改写的现代版 就是我明明知道 明知故犯 然后就是吃了苦头之后 终于好吧 我现在明白了 这样吧 就很像 我的房间突然很像 变成那个鱼的肚子 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鱼的肚子里面 所以我觉得很喜欢 宜乐的这个分线 因为我觉得那个拉扯 是很真实的 对 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纪 一定会对于 不同的那种关系 那种渴望 一定会有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顺服也是非常的难 可是就像宜乐讲 那个 知道神的计划是好的 而且好像上帝常常会 故意把我们喜欢的拿走 你会觉得 就是上帝好像喜欢跟我们做对 我喜欢的他都不给我 对不对 同意 对 拉丁也同意吗 拉丁也比较顺服 好 一让他举双手的时候 我完全同意 不太敢对神这样举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虽然 拿走好像一个我很想要的 但是一定有一个 我们之后一定会有一个 我们发现其实真的这样更好 但是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对神的认识更多 然后那个东西会让我不再厚 像我现在就完全支持神当时候的决定 就是不想完全支持 其实吃了 吃了苦之后 然后也得罪了一个女生之后 终于说好吧 我终于明白了 我想我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我跟Nadia认识以后 我觉得Nadia给我的感觉就是 她不是吃苦之后才顺服 Nadia 你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她比较是很单纯 是被神很保守的感觉 Jim你觉得呢 你认识的Nadia有这种感觉吗 会 我非常被她的生命而激励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 愿意顺服神的 可是我觉得Nadia应该分享的故事 Nadia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Nadia 从南非来的 然后在台湾差不多七年了 但是我的父母他们两个在一个 宣教室的机构里面 所以我出生之后他们就离开 那个机构 可是从小听到很多宣教室的故事 还有读很多宣教室的书 所以就是知道很多关于宣教室的东西 然后也会为一些 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也会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觉得因为那个我就从很小 大概中十一岁的时候 十一岁 十一岁 大概十一岁 因为我记得十一岁的时候 我的表哥 我觉得是表哥 我的表哥他来到我们家 然后他就说一些 在中国造的东西很坏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点被罪的感觉 就是非常 累积冒犯的感觉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 我已经有 对华人有负担 或是有一种兴趣 想要更知道他们是谁 然后就会读一些关于他们的书 或是一些历史 可是我都忘掉了 然后对所以我做高中毕业之后 我就做了一个圣经的课程 可以读圣经还有应用之类的 然后那个时候有两个同 两个老师 他们也在台湾做这个 一样的课程 然后他们听到 我对 他们知道我的心吗 的时候 他们就推荐台湾 然后就说来台湾吧 所以就祷告很久了 我知道有一些人 是那种很快做决定的人 但是我 像 对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花了长的时间 才做决定 现在这么大的决定 就是花了好几个月 因为很多怀疑 还有是第一次离开我的国家 然后第二次坐飞机 第一次是两岁的时候 所以就很多的害怕 然后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 还有可能会觉得 自己有够好吗 或是有这种东西 可是 我就会把那些人怀疑 或是惧怕 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东西 让他们消失 这么特别 所以就是说 可以说 Nadia 这是来台湾这个故事 是你顺服神 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而且是很大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上帝是用平安 跟让你心里面把恐惧消失 让你知道你做的决定是对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没错 然后是这一个 还有看到上帝开很多路 像前阵的方面 前阵方面 还有很多的恩典 所以就是 怎么说 因为我不是今天决定来台湾 然后就隔天来的 是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在那个过程 然后看到上帝的顺服 所以是 看到上帝的顺服 也就 跟着 跟着耶稣 像耶稣这样学习顺服 这样子吧 我讲错了 看到上帝的信实 然后找上帝 OK 所以你是相信上帝的 他的这个属性 相信上帝是信实的 所以你就单纯的接受 而且相信 虽然有一个过程 但还是就是 学习顺服的过程 你发现 来台湾这些日子 给你很大的祝福 那你觉得 如果你没有来七年 如果你没有来七年 你的人生 没有经过这一个门槛 你觉得你跟人生 会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会不一样 很大的不一样吧 个人会 找工作或是什么的 可是 像我说的就是 我从很小就 在华人有兴趣 或是有负担 然后 怎么说 是一个梦想 所以如果我没有追求这个梦想 梦想 我觉得会很工虚 好像人生没有什么意义的感觉 就是 所以你可以说 你来台湾的这个决定 让你找到生命的意义 成为一个宣教士 你觉得 这个代价是值得付的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 非常值得的 非常值得 有代价 可是有值得的 我比较想要请你们也多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时间不多 但是这是在你的心里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现在你从你的故事当中 发现到 顺服神的路 大概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们都是跨了一个宣教的领域 这么大的事情 可是可能我们学校生活 没有这么多的挑战 就是学校的事情 所以有没有可以再简短一点 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Jan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顺服是一个选择 对 因为好像我也是像Nadia一样 也是就是来 当一个宣教士 在台湾 可是我觉得 在生命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是我们可以去顺服神的 只是靠我们要不要而已 愿不愿意去做那个驱舍 愿不愿意去放下自己所要的 对 可是我觉得我想到的一点 也就是 当圣经他有讲说 我们是要以我们全心来爱神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个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 那我的全心真的是向着神的 因为如果是的话 那其实 顺服就是 是一个这样的值得回应 对 可是如果透过来我的生命当中 我发现其实有事情 我没有去顺服的话 这也是告诉我说 其实我生命当中还有超多的那些 东西是摆在上帝之上 是我要慢慢在一个过程中去带到上帝的面前 这个point真的很好 也就是说你学到了不要让别的事物代替神的角色 所以你情愿选择顺服神 对 OK Elon呢 我觉得 我觉得是学生也会遇到很多顺服的问题 因为像是James他讲的这些 可能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喝酒 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就会做一些 在学校可能就会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因为学校生活太无聊了 所以一定会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然后 所以其中的事情也是会发生 但我觉得顺服就是 我觉得我刚刚 我觉得可能跟我刚刚讲的东西有点像 就是顺服的时候 是因为好像有一点难这样 好像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 你做不到 因为你做不到 所以你会觉得很难 顺服是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所以你觉得你很难做这个决定 但是 我觉得当唯有你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神给你这个挑 神给你这个要顺服的挑战 代表神他一定有 一定有办法赐力量 让你可以胜过 所以这时候我们 如果我们谦卑下来 我们真的谦卑下来 然后他承认 主要我真的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一定没有办法顺服 但是我相信 我依靠你 主要你一定会有力量帮助我 让我可以顺服你 那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更认识神 然后你也可以真正经历到 原来这个当年看起来很难顺服的事情 其实是多么美好 然后你又会很开心 你跟神走过这个旅程 所以现代版人约纳 已经学习谦卑顺服神 然后Nadia告诉我们说 他对上帝的这位神是信得过的 相信神的应许 相信神的信实 然后从Jim的身上看见的就是说 他知道神 神是这么样子的 值得他全心全意的爱他 所以别的神都对他没有那么重要 好 最后呢 我想我们请每一个人都拿出我们 对于顺服 为什么要顺服神 以及如何顺服神 我们有一句话 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年轻人 今天惠安姐跟大家分享 其实是一首歌叫 神的路最美善 我们好像都是天路客在走 不知道怎么走的路 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地图 但是神就是会牵引我们 因为他告诉我们当走的路 我们不要像无知的雷马一样 必须要搅环配头 吃了很多苦头 才知道要顺服神 所以要祝福大家走神的路 上帝帮你把蓝图打开 快快的顺服他 好 我的是以儿女的心顺服 非用那个仆人之心 所以我觉得顺服 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喜乐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们被逼着去做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身为儿女 我们可以因为爱神 爱我们的主 而去顺服 事实上都能够做得很快乐 因为有神的那个 来平安教我们 带领我们 阿们 阿们 我的是顺服才能认识神的美好 因为我觉得 跟随耶稣 其实就是一个顺服的一条路 那唯有我们不断的跟随 不断的顺服下去 我们才可以越来越认识神 因为神是透过这种方式 让我们认识祂 谢谢 哪里啊 我的话就是 顺服是值得的 因为神是配得的 对 我觉得 可能在顺服的过程 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 或是我们会 要付一些代价 可是 虽然有那些代价 或是 那些困难 我觉得 上帝是值得的 祂是配得我们的 我们的 阿们 好的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的小辣元素姬 带给年轻人的是一条 顺服的蒙古之路 上帝祝福每一位 下次再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